欢迎收看1月21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嘉宣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正式上台 让全球股市涨多跌少 不过马股因为继续面对MCO2.0 以及国内政治不稳的利空 导致投资者保持谨慎态度 马股全天下挫6.74点至1594.80点 失守在了1600点的关口 在汇率方面 国行维持利率不变 令级汇率连续第二天走稳 马股对美元升值至4.02.80令吉 对新元也起至3.04.24令吉 接着有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中午奉猴马云消失两个多月 昨天通过视频露脸 短短48秒之后 第一项的企业活动竟然落在大马 路透社引述四位知情人士报道说 马云创办的蚂蚁集团 与联昌集团的联营公司 TNG Digital目前正就扩张计划 跟投资者谈判 已筹集至少1亿5000万美元 也就是约6亿480万令吉 TNG Digital的Touch and Go 以Wallet号称是全马最大的电子钱包平台 拥有超过1500万名的注册用物 资金人士披露 这一次的集资预计将会使TNG Digital股指冲破7亿美元 TNG Digital母公司Touch and Go则拒绝评论 换个焦点 联邦法院在19日针对发展商持交屋给购物者 做出了最新的判决 借持交屋赔偿的计算 必须要从收取购物定金的那天算起 而不是跟购物者签署买卖合约日期开始计算 针对这项判决 马银行研究大感意外 并直言 这对于那些需要支付持交屋赔偿 或者是已经支付 或已经持交屋的发展商来说 都需要支付更多的赔偿金 因为预定和签署合约之间的过渡期 可能相隔好几个月 马银行研究说 推行高楼或综合项目的房产计划 涉及的建筑架构相对复杂 往往是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工 因此持交屋的风险会更高 换个焦点 马来西亚汽车商工会MAA 今天公布了车市2020年情况 以及2021年展望的报告 该工会主席爱莎说 大马汽车销量去年在行动管制令 和疫情双重打击下跌了12.4% 仅有52万9434辆 不过这个数字已经高于该工会 早前预测的47万辆 爱莎也说 这一切归功于去年下半年落实的 汽车销售税减免的措施 让下半年的销售额超越了 2019年的统计销量 掌握未来 该工会就预计 大马今年的汽车总销量 将会增长8%至57万辆 主要是获得税务减免等措施的带动 今晚的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